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酿成22人死亡 至少117人受伤 详情交给国际组记者杨琴来说明 市区夜空 黑烟窜身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周四晚间又传出爆炸 巨响以色列再次锁定目标狂炸 八层楼公寓遭破坏 另一个地点也有建筑物受损 至少22人死亡 117人受伤 外传针对的是真主党高级官员 这回锁定的是已故领袖纳斯拉勒 亲近的高官萨巴 不过真主党澄清他人还活着 而以色列持续扫大 以色列国防军又发布影片 宣称在黎巴嫩南部搜出真主党藏匿武器据点 用来提供拉德万部队 而以色列坦克在另一头持续在黎巴嫩地面派兵 但现在传出联合国维和部队遭炮击 两人受伤送医 不知联合国不满要求说明 由于被攻击的是意大利在联合国临时部队的营地 意大利也对此表达抗议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为了避免以色列扩大事态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致电纳坦雅胡 试探以色列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 而伊朗民众则是上街力挺真主党 尽管战争就快烧到家门口了 伊朗民众还是说他们不喜一战 大量不明光点向流星雨急坠直下 砸到地面爆出惊人火光 伊朗这个月初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弹空袭 现在得随时面临以色列突如其来的反击 对多数伊朗民众来说 担心归担心但他们也做好迎战的准备 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革命广场上 巨大广告看板就用波斯语和希伯来语 写着想来战伊朗就是战争大师 抢下以色列意味浓厚 在广场上抗议的民众高举打倒以色列的标语 以及真主党已故领袖纳斯拉勒的照片 伊朗就是要让真主党知道 老大哥并没有抛下他们 伊朗当时用了快200枚飞弹空袭 台拉维夫和以色列空军基地 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同样规模 针对伊朗军事的目标 进行攻击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但这一回击恐怕将引爆另一场代理人战争 因为伊朗可能转向直接轰炸 驻扎中东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 眼看总统选举在即 美国总统拜登时隔两个月 再度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通话长达半小时 希望以色列不要扩大事端 埃及前副外长赫加吉投书媒体表示 未来影响中东安全两大关键 首先遭俄乌战争重创的石油市场 会因为纳坦雅胡强硬回击 雪上加霜 同时也让阿拉伯国家更团结 转向与东方新兴大国往来 减少对西方的经贸依赖 第二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公民 不断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一旦没有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撑腰 以色列也无法继续站下去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 周五造访沙乌地阿拉伯 与王楚萨尔曼见面 他还将前往其他波斯湾国家 拉拢盟友 一位资深伊朗官员就透露 伊朗暗地警告中东各国 希望他们别允许第三者 使用领空来对抗伊朗 否则就会被扫到台风位 除了美国 中国也因为中东冲突 在外交上陷入两难处境 亚太政经报刊媒体 外交家评论指出 中国石油进口 主要依赖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 因此北京仍在经济 与外交上支持伊朗 但同时中国在以色列 与其他中东地区 还有一带一路的投资 经贸关系也无法切断 如果更多国家与以色列对抗 北京自诩的中立地位 与调停影响力 就很难在中东区域发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日本新日首相石破茂 周四出席在辽国举行的 东南亚国协高峰会 上演外交处女秀 石破茂强调日本和东协 共同合作 也和中国大陆国家总理李强 展开35分钟的场边会谈 谈到最近的日本学童伤亡事件 要求中方确保日本侨民的安全 有关台湾问题 强调对台立场没有改变 重申台海和比赢 对日本至关重要 这次也和南韩总统 尹席月举行峰会 强调日韩合作 共同对抗北韩的挑衅 回到国内看到 昨天是总统赖清德上任后的 第一个国庆日 国庆的文告再度重申了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被联想是两国论的概念 而大陆国台办也有反击 说赖清德谈话是谬论 且煽动两岸敌意对抗 总统的国庆文告 再次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这当然也是延续就职演说史的基调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权体 由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对岸 学者分析其中蕴含的自然是两国论概念 算一算总统的国庆文告 几乎多以中国来称呼对岸 前总统蔡英文常用的两岸仅有两次 但回顾蔡英文的国庆文告 去年两岸用了十次 前年也有九次 至于中国各一次 有时则会出现北京当局 总统的国庆演说 国台办晚间驳斥 三页的回应内容只赖心得 编造台独谬论 来鼓吹新两国论 两岸政策虽然总统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但史观论述上仍有些差异 TV编清文 徐冠山李总泽 台北采访报道 而前总统马英九 昨天早上是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参加升旗典礼 突然宣布因为赖清德的祖国论 会把台湾推向险境 而且已经违宪 所以不会出席府前大典 而蔡英文则是首次以卸任 元首身份参加 和陈水扁比邻而坐 两人有说有笑 前总统陈水扁 第一个抵达国庆会场 手持拐杖 白衬衫绿领带 这也是他卸任后 首度参加国庆大典 另一位同样也是卸任后 首次参加的 就是前总统蔡英文 边蔡两人边看表演边聊天 蔡英文笑得开心 互动家 大会主席韩国瑜致辞时也特别提了一下 前总统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回去后四小时脸书发文 中华民国加油 台湾加油 还附上一张照片 但却刻意卡掉右边的阿扁 左边还留有一个空位 不免让人联想 这空位是在只因不满总统的两国论 临时取消不来的马英九 我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 本来应该出席 总统府前举行的国庆大典 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 因为赖清德总统 主张这个新两国论 追求台独路线 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在这种国庆的时候 大家都是欢喜的 我想应该不需要 用不公信的词汇 来这个抵消国庆的训练 朝野在预算上已经剑拔弩张 赖总统一翻祖国论 恐怕让双方关系更紧张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这是在全世界都承认的 祖国论属实的话 成如赖总统所说 那是不是清朝就是 大清王朝就是中华民国的祖国 来一部分虽然前总统没来 而新北市长侯又宜是首度参加 和台北市长蒋万安聊得开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参加完党中央升旗后也敢来 三人都打上蓝色系领带 而前行政院长陈建仁 和现任的卓榮泰 也有默契打了同款绿领带 看来就算不是主场 也会用另种方式表达立场 TVBS新闻徐坤三里总者台北采访报道 大陆解放军两艘航母结束远海演练之后 近日同时进驻海南三亚军港 被拍下两件罕见同框的卫星图 军事专家就分析将展开双航舰码头核链 想请起TVBS驻深圳的特派记者 陈向竹来告诉我们 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 辽宁舰它经过了一年升级改造 已经由训练舰升级为了战斗舰 在此前完成了西泰远洋训练之后 8号它在三亚的军港跟山东舰会合 根据卫星照片 两舰的甲板型号还有舰载机 码头旁边还有一艘052D的战舰 以及051B的深圳舰 而上一次两航舰同框 是在船厂的码头 当时正处于维修保养的状态 不具备有任何的战斗力 而此次两艘都已经是战斗舰了 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梁他就表示 本次两艘的航舰同时停泊在 三亚的军港码头 相信将是利用该机会展开了 双航舰的码头核裂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舰艇损害管制抢修互助 而可以造成了大陆海军舰艇 内部毁损的 发生战争的时候就只有美军可以做到 因应台海局势和海军军舰的使用规则 此时做这样子的演练 可以说是十分的必要 再来看一下梁国梁他还指出了 之前山东舰已经进行了 回损抢修的演练 如果两艘航舰 他在三亚的时间够长的话 估计之后还会出海 做舰载机的护降和护航编队的演练 使得航舰的训练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梁国梁他认为解放军的军舰 以后必定是会双航舰一起使用 并且搭配了076型的两栖攻击舰 海军双航舰的战斗群将会很快成型 另外根据解放军的军报报导 辽宁舰此行正在进行现代化改装以后 首次西太演训 日本防卫队防卫省他就称了 在西太平洋持续了10天活动之后 辽宁舰航舰编队并没有按照惯例 巡宫谷海峡或者是巴士海峡返回 而是转向了西南 驶向了菲律宾棉兰老岛 并且是从该岛和印尼的塔老群岛之间使过 之后的话进入了速入海 山东航舰编队之前曾经在了南海 跟西太平洋等海域 开展的多种背景下之间的编队协同 以及指挥训练进一步检验 和提升了远海远域的作战能力 而中国大陆股市在十一长假后 开市首日 沪生两市大涨 成交额达到了3.45兆人民币创下历史 但备受期待的发改委记者会 并没有宣布重磅利多政策 时间再交给向如 大陆股市8号开市 沪生开盘的涨幅都一度超过了10% 收盘的时候 深圳创业版的指数收涨了17.2% 续创历史单日最大涨幅 沪生两市8号 全天的成交额是人民币3.45兆元 比双十一的长假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放量了8589亿元 续创新高 大陆国发会的主委召开记者会 原本备受市场高度期待 但却未宣布重磅利多政策 让原本开高的A股 涨幅随即收窄 而港股更是一路重挫到了收盘 股市在欠成交的天量 而证券时报它引述的分析指出 这跟近期股指涨幅过大 过快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前复已久的资金选择在此时高位套现 同时又有不少前期踏空的资金 以及股民选择在8号这一天买入 因此催生了天量的成交额 而摩根什坦利则提醒投资人 大陆股市过热 政府是否能够兑现最近宣布的刺激政策 都是风险 大摩则认为大陆需要10兆元的刺激措施 而监管部门只可能在两年内 每年投入了2到3兆元 A股若想延续涨势 必须要看到的官方摆脱债务 以及通缩循环的更多具体证据 再来看一下英大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李大肖 他就认为8号的市场成交量 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投资人还是要小心谨慎 资金不分金红皂白的买进 行情越热越要过度小心 要注意公司的本质 而且更要注意杠杆 艾斯摩尔是全球最大围影设备市场的翘楚 包含台积电和三星都是他们的客户 而一位荷兰资深记者出书 揭开了艾斯摩尔的神秘灭杀 探讨在定源政治下 艾斯摩尔如何维持霸主地位 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 在全球EUV曝光机市场处于霸主地位 与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关系密不可分 荷兰资深记者Mark Hedrink 花了三年时间深入艾斯摩尔无城市 叔叔揭开神秘灭杀 40年前艾斯摩尔创立于荷兰恩和芬 草创时期相当辛苦 1987年台积电成立 艾斯摩尔向亚洲发展 台积电成为最大客户 艾斯摩尔40年来 只专注一项产品就是曝光机 相当程度垄断了曝光机市场 Well, in the case of ASML having a monopoly is just a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 hug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alent investment necessary to create a machine that's so complex this is a development that took like two decades and there are not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an invest so much money and so much time and talent on just one machine 在地缘政治紧张下 艾斯摩尔是否担心地位不保 When it comes to ASML their perspective on these matters are that as long as there's a demand a global demand for chips which is increasing and even doubling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t doesn't matter if these chips are being manufactured just by one or two or three players So it doesn't worry them as much But of course they live in the same world as you and I do So they als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benefits of de-risking 虽然艾斯摩尔擴大管制曝光机 出口中国大陆 传出中国研发出国产DUV 能生产8nm及以下晶片 突破封锁 The Dutch do acknowledge there's a security risk in exporting technology machines lithography machines to countries like China but they don't name China specifically If you completely restrict the Chinese companies from using lithography machines that's the best motivation to give to Chinese engineers to develop their own technology So it's really like I guess you could compare to the Huawei effect where Huawei was kind of pushed back and you see they've now developed well into a different kind of company that might be worse so to speak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 美国要求盟友加码 对中国实施金片禁令 艾斯摩尔深陷美中科技战核心 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站队 反而给中国大好机会 发展自己的系统 长期来看 这项出口管制产生反效果 可能威胁艾斯摩尔的独占地位 TVN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高于预期 加上就业数据下滑 引发外界对通膨升温的担忧 而且就连核心CPI 也比预期的还要高 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就表示 通膨以及就业指数的波动 11月利率有可能维持不变 但外界则认为 尽管通膨数字高于预期 但11月降息一码 可能性仍旧高过80% 今天要看到的是 飓风密尔顿登陆佛州 尽管目前已经降为一级飓风 但是暴潮还有豪雨依旧清袭当地 圣彼得堡超过记录的400毫米的雨 让球场的屋顶也被吹烂 强风暴雨直击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 飓风密尔顿在最后一刻稍稍往南瞥 在美东时间周三晚间八点半 以三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 每小时195公里 从距离坦帕南方 112公里的西野斯达礁岛登陆 尽管佛州第三大城坦帕 逃过飓风直接上岸 但同在坦帕湾区的圣彼得堡 破记录降下422毫米的雨 是当地千年一遇的降雨量 佛州地方电视台画面显示 位于圣彼得堡的美国职棒大联盟 坦帕湾光芒的主场 纯品康纳球场屋顶 已经被狂风撕成碎片 球场原本要当作 可容纳1万救难人员的大本营 飓风来袭前已摆满行军场 现在计划恐被打乱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表示 希望人口密集的坦帕湾 能躲过严重灾情 由于密尔顿在涨潮前登陆 暴潮最糟的情况或可避免 不过专家说海水仍可能上升到四公尺高 专家指出 威胁最大的其实不是强风 而是暴潮和降雨 尽管现在密尔顿以降为一级飓风 但风速每小时仍达150公里 仍旧保持能量相当危险 佛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主题乐园 周三起陆续观园 周四连同环球影城度假村 和海洋世界全面关闭 不过有游客兴致不减 密尔顿是今年袭击佛州的第三个飓风 目前佛州已有超过300万人断电 坦帕附近记录到时速160公里的阵风 当地发布暴红警报 暂停紧急救难 在飓风登陆前 佛州多地也发生龙卷风 全境至少发出116个龙卷风警报 创单日最多记录 佛州州长表示 密尔顿至少引发19场龙卷风 多地受害 摧毁约125栋房屋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宾州造势时为佛州人祈祷 但也不忘批现任的拜登贺锦丽政府 美国总统拜登 则在呼吁民众避难之际 言辞痛批川普带头散布谎言 就在之际美国政府还要立抗布什的假消息 至少三名共和党议员也谴责这样的阴谋论 分析师估计 密尔顿可能对全球保险业造成最高1000亿美元的损失 与2005年卡催纳飓风相当 请新闻众和报道 但您掌握东南亚最新动态 联合国大会会议投票泰国以177分的亚太国家最高分当选 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任期三年从2025年1月1号起履职 总理贝东南相信泰国已经准备好和所有国家合作 而受到银行拒贷高利率洪灾还有泰州走强的影响 泰国房地产业危机重重 市场不断面临压力而无法恢复 销售数量十年来整体下跌20% 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率团抵达辽国 他在东协峰会全体会议强调 东协应该成为确保区域和平安全与合作的主要推手 东协要持续团结 共创促进区域成长的繁荣 至于印尼官员担心中国电子商务平台TIMO 将威胁中小型企业 并导致许多工作消失 印尼合作继中小企业部 本周将再举行一场会议 以禁止TIMO禁居印尼 印度央行亦如市场预料 维持关键利率不变 不过政策立场从撤销宽松转为中性 在经济出现趋缓之际 开始降息 铲开大门 以上设计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昨晚国庆焰火在云林登场约3万发 持续了41分钟 搭配交响乐以及无人机 但却疑似因为来宾致辞讲太久了 导致原定8点的焰火秀 延迟到8点06分才正式释放 2024年国庆焰火首度在云林登场 41分钟约3万发史上最长 全烂焰火搭配管弦乐团 一次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更有400台无人机在夜空中排列出十大主题 虽然原定8点的焰火秀有些迟斗 拖到8点06分才正式释放 今年许在湖尾高铁特定区释放 涌入至少30万人到场参与 除了主会场也有不少民众在附近的道路旁卡位 今年选择呈现现代与传统融合传承 越在地越国际意向的主视觉 精彩焰火秀让大家目不转睛 赞叹身不断 这回因为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 以及云林县长张立散三人先后致辞 导致焰火释放稍微延迟 不过三人也同框进行起炮仪式 用这三万发焰火点亮星空 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台北101也有看头 首次加入了国庆庆祝行列 不只有镭射光雕 建筑点光还有点灯打字 持续一分钟的焰火释放 刚上任满月的101董事长贾永杰已抵达现场 在民众的倒数升落后 101烟火在黑夜里释放 除此之外搭配雷射光雕 艺术投影和建筑灯光 点亮台北夜空 为台湾四上生日祝福 主秀总共五分钟 开场三分钟 持有雷射光雕及投影打头阵 除了融入台湾知名的珍珠奶茶 以及代表科技实力的AI产业链等元素 也传递了国运蒸蒸日上的愿景 紧接着维持一分钟的焰火释放 把表演推向最高潮 最后再由建筑灯光搭配点灯打字 跟台湾说声生日快乐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整个的展演的效果 然后不管是音乐 不管是我们的画面视觉效果 还有我们呈现出来很活泼的 关于台湾的各地的风情 101首次加入国庆庆祝行列 刚上任满月的101董事长贾勇杰 也到场和民众一起为国家庆生 同时也感到很振奋 直说像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其实这些机器都是从新加坡 就是空运来的 所以从9月23号 当我们拍板定案要做这件事情 到就是今天能够完成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除了时间压力 当然也有预算经费的压力 将结向企业大楼喊话 明年的庆祝行列一起来 同时也卖个关子 表示今年的跨年烟火 同样精彩可奇 DVB的新闻张志明 旅中英SNG小组台北财阳报导 国庆典礼 宪兵快返联首次率领新型重机车队 登台炫技 部队经过一年多的人车磨合 驾轻救手 尽管这次子天气不太稳定 仍然密集排练 顺利队形进阶交错 或是顺利双向定员 宪兵快返联 撞机展演 对形零失误 走位流畅而精确 为了国庆首秀完美演出 弟兄风雨无阻 磨练基本功 所谓的车灯不超过两指幅 是指我们的后警示灯的部分 那从侧面看 这个要随时保持在这个两指幅的 这个距离之内 我们才算是一个符合的 一个操架的基本水准 手举高 让后面的看得到前方的状况 催油门只需要胆势 慢车同时保持稳定 才叫本事 向前队 分组训练资深干部拉高分背 提醒速度控制 用意是让队列正面保持切齐 分列室的时候是以离合器的收放 下去做前进与减速 对我们之间是不会踩刹车 对那新进车手可能对于离合器的掌握 比较没有这么适应 因为我们今年有新进不少弟兄 那就是搭配资深车手 下去做训练 这一招可不是所有人都一来就会 只靠左手维持15公里车速 行进间要标骑对阵 距离却是考照时的好几倍 稳定性过关了 接着加入变化 你的转场 你要记住你的点 然后也要去贴心旁边的人 因为如果你骑错的话 你后面的人就会跟着你骑错 所以会影响到的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 视线保持向前 眼角的余光还要注意地面标点 和队友相对位置 因为操演失误事效 最怕人车碰撞损伤 速度快慢收放自如 加上更灵活的转弯角度 新型印第安挑战者重击 虽然车身较宽 和旧型的日系皇家之星相比 马力也跃升了一个档次 和快返连弟兄 经历一年多的磨合后 操纵上更随心所欲 皇家之星骑起来 他比较笨重 因为他比较有点像机械化 因为他都是靠那个 电脑的感去操作 那他骑起来的话 也是比较轻盈一点 他就是多了比较多电控系统 然后也多了模式 可以让车手下去做调整 就是雨天或是一般跟运动 他的动力及油门的反应上 都会有些许不同 对 就是抄架者 本身自己的习惯下去做调整 对于经历了两个世代 坐驾的宪兵骑手 靠着闲熟车技 适应只是早晚问题 但是对于才加入 三个月的新进人员来说 就充满挑战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骑重机 在外面就是很自由 轻松的方式自己去骑 想要的方式这样 在里面反正就是要以整个部队 以整体为主 然后想办法让 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 一看就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有问题 代艺投师签下去 二兵温玉祥的从军 第一阶段目标 就是瞄准国庆大典 其实随着义务翼回归部队 快返连未来也将迎回 义务翼的车手 用意除了特殊壮大任务 还有都市位数兵力需求 快返连的整个连队的编制上来讲 它是以人 装 车 合一的方式来实施一个编装 那我们的每一兵都有 都有这个具备这个独立自主作战的 一个相关的能力跟武器 可以依任务的调整 任务的多变 环境的多变等等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迅速 快速反应的一个任务执行 包含我们的展演 包括首次亮相的敞篷阅兵车 蓝白红倒影 一如国旗色系 闪耀抚前广场 共创军民同心 我们再创新球 相隔两年 宪兵部队携全新车阻 重返国家圣殿 风雨过后 阴挺依旧 体育别新闻杨青柏叶甫 拍不到 好莱坞巨星的魅力 在不同领域发光 祥尼代普最近举办多媒体画展 而流行月小天后泰勒斯 去年晋升了亿万富翁后 最新预估净资产已经达到了16亿美元 全球最富有女音乐人的头衔 不意外被小天后泰勒斯拿下 富比士杂志预估 现年34岁的泰勒斯 净资产达到16亿美元 超越流行月天后 雷哈娜的14亿美元 去年泰勒斯成了光靠音乐销量和表演 晋升亿万富翁的第一人 最富有天后继续名利双收 他在最新出炉 2024MTV欧洲音乐奖的入围名单 包办最佳艺人 最佳音乐录影带等七项大奖 堪称本届的大赢家 周围当红天后也不吝啬 慷慨解囊 全美最大慈善机构政绩 美国周三在社群平台上宣布 佩勒斯已经捐款500万美元 要替米尔顿和海伦飓风 索困震灾 积极关怀社会的 还有影谈天后朱利亚罗伯兹 周三她回到故乡 乔治亚州 把满满好莱坞巨星魅力 带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的造势现场 这位奥斯卡影后 鼓励在场支持者 要多跟左邻右舍打交道 来到纽约市 同样美光灯选不停 好莱坞男星强尼代普 在摆脱离婚官司后 除了积极宣传自己指导的芯片 更首度以全新的形态办画展 大展自己的艺术天分 强尼代普电影代表作之一 《神鬼奇航》系列 无部电影的制片 布洛克海默 也到场立体 在61岁这年 强尼代普从戏剧跨足到画画的领域 并且把自己的艺术理念 以沉浸式体验式等多媒体的形式 呈现在众人眼前 强尼代普的不设限 呈现在他的绘画和素描本里 集结了表现主义 超现实主义等多种画风 现场更展示多幅 从未公开过的作品 引人注目的还有强尼代普 为亲朋好友画的笑画像 包括他的母亲贝蒂苏 奥斯卡影帝马龙白兰杜等 根据主办单位 他们要让访客 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 来窥探强尼代普的人生 就从他的青少年时期开始 整个展览现场则仿造迷宫的概念 各个房间相互流动 展览的核心则是把艺术和动画结合 以不断变化的视觉组合展示强尼代普的画作 另外还有强尼代普实际在创作的现场 以及灵感激荡的吉他书籍等物品 天王天后不只在舞台上 也在不同场域发光发热 TVB的宣众报道 越南胡志明市有现代和传统碰撞的独特火花 大街上摩托车穿梭 但是也保有了传统文化的优雅 号称越南版的太阳马戏团的独特演出 在歌纪院上演 还有千年历史的水中木偶戏 充满活力与能量 这是越南胡志明市给外界的印象 但对很少见到机车快速穿行的CN主播来说 这样的景象正是一大考验 路边体验越南市的李荣一旁 还有一辆接一辆的摩托车 呼啸而过 望传统市场里的宅小走道 同样有机车来来回回 就连看惯大风大雨的CN主播也快要崩溃 传统与现代化的碰撞 或许混乱 但用艺术的角度诠释带了点不同的韵味 而且还能亚素共赏 带有法式风格的胡志明市歌剧院当中 号称越南版的太阳马戏团 国宝级的竹马戏团正在上演 简单的演出浓缩从以前农村到现在快速发展的变迁 展现出越南人的风格 因此竹子成为整个演出当中最少不了的成员 不只在大剧院里保有传统 在胡志明市还能感受有千年历史的水中演出 水池就是一个舞台 在水中灵活游动的金龙 全靠泡在水里的木偶师灵活运作 看起来简单 但要让这些木偶的活灵活现 不但辛苦而且是一门艺术 越南在不断因为现代化转编的同时 也尝试保留这些朴实又传统的艺术方式 就像吵闹但充满能量的胡志明街道 竟然而然会找到其中的秩序 体别新闻综合报道 电玩迷别错过了任天堂在日本的京都 开设首家的任天堂博物馆 展出各类的游戏角色 还可以参与互动式体验 门票约台币710元 还得提前三个月 预约筹钱才能去 听到这个熟悉配乐 唤起童年回忆 绝对是所有游戏迷的回忆沙 现在任天堂粉丝又服了 这栋灰白相间的建筑 就是全球首家任天堂博物馆 10月2号已经在日本京都宇治市 开门营业 任天堂传奇设计师兼董事长 龚本茂亲自带路 任天堂走过135个年头 不论是超级玛丽欧 或是超人气皮卡丘宝可梦系列 游戏角色风靡全球 不管展出各种受欢迎的角色 还能参与互动式游戏体验 多款乘销产品 角色汉堡店 英里粉丝进入任天堂世界 任天堂博物馆门票大人一张3300日元 约核心台币710元 学生票价落在1100到2200日元 折合台币230到470元 票价非常亲民 但想要参访可没这么容易 尽管入场等待过程漫长 粉丝也心甘情愿 迫不及待要享受任天堂之旅 TVBN新闻组合报导 感谢您收看 我是曹娇仁 此时事锁定稍后 Focus世界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